两货邻居因为纠纷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在混乱当中 有一位两岁大的小男童 竟然当场被大人给飞踢踹倒 他的腹部受伤 送医来急救 那么在监视器画面当中 可以清楚地拍到 男童在追打的过程当中 他眼睁睁地看他 就这样被踹倒在地 当时监视器画面 这是我小叔 这是那个跟我公公挑戏的人 那我公公刚好就带着两个小孩子 去买糖果回来 你看孩子身上都还拿有东西 那我老公出来了解状况 被踹小孩的母亲 看着监视画面 环约了冲突发生当时的状况 以及两岁小孩怎么被踹的 画面上可以清楚看到 男子先打了小孩爸爸一拳之后 立即引发了双方打群架 小孩的叔叔和奶奶跑来劝架 没想到被对方三位男子踹打 小孩的爸爸跑回来要保护小孩 结果看到小孩的奶奶被打 又跑过街去解救 对方一路追打回来 两岁小孩就是这个时候被踹的 那我儿子站在这里 这个中的男子要踹我儿子 有没有看到这个动作 两岁小孩哪能经得起大人 飞踢这么一踹 立刻跌倒在地 追打当中也顺便踢了他一脚 站着小两岁小男孩腹部受伤 又到医院就医 这两户人家彼此认识 因为生意工程纠纷 引发口角而起的冲突 并造成两岁男孩被踹受伤 双方互提伤害告诉 移送桃园地检署真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